不滿禮拜一司法法制委員會要針對國會改革無法進行實質審查 民進黨立願黨團柯建民向國民黨全面開戰 當時我就要排出條審查 中嘉賓委員在上週有招開兩次公聽會 當天又是花蓮的地震 那我也是在把它延後 那我不懂說這個為什麼認為我這邊是強勢在做這件事 我要告訴副總長 你凡是這樣強行 這樣為好違憲 強行表決 強行通過 只有對於我們黨是傷害而已 這會引起民意的反撲 柯建民提醒傅昆奇 孝欣 民意反撲 強調民進黨團的提案 禮拜三就能進委員會 到時藍綠的提案並按審查 逐條討論 內容才能更全面 其實過去已經多了兩個禮拜 也多開了兩場公聽會 什麼事情都照民進黨團來講 來做了 如果說明天還不願意正對事實 面對問題來逐條討論 逐條審查的話 這才是真真正正 反改革 反民意的 所以好好並按審查 一條條好好論 後面還有朝野選案 還有憶惠表決 你沒有辦法開特塊車的 即便你用特塊車 允許衝突 你自己要負責 藍白國會改革法案 拼週一出委員會 民進黨繼逐條細選反制 委員會將上演朝野對戰 美女選這麼大